中标世界里,蓝色都可以玩得很酷,很精彩 今天Blue Monday,跟大家介绍三款不同品牌的蓝色标 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 第一款Hubro,由头到尾全蓝色 通常做手标的物料离开什么? 钢、金、竹白、铁铁铭、碳纤维 过去十多年,很多品牌就开始在陶瓷埋手 不是我们吃饭的陶瓷,而是工业陶瓷 够硬正,防刮花 所以很适合手标的材质,而且不重,比较轻轻 早期玩得最多的,我见过就是Panerai 之后到陆瓷市 但颜色走不开都是黑色,或者深色 但去到Hubro,它又喜欢在物料上玩到五花百门 你看,它有蓝色,之前有红色,又有白色 在那一年前,我都参观过它的工业 令我最叹为观止,就是它的物料研发部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品牌有一个叫Magic Gold 这支金比较软身,容易花 但它在黄金里加了25%的研究 75%是黄金,结果是防花 我试过的,我来捉它,那支金是不花的 它不仅是Bezal,是用Ceramic 连Case都是 它的带,都是用蓝色的胶带,整个标都衬托 继续标的Septile,或者指针,都用蓝色去衬托 标盘,它是开面设计 你都看到机身的布局 继续标,或者整个日期盘 你在正面看得很清楚 整个标用黑色和蓝色做主色 整个标感觉很酷,很上心月目 这支标45mm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偏大了些 但如果你真的喜欢,你喜欢 你带出来,肯定很抢 又来说另一种蓝色,德国蓝 加拉苏体原创,大家知道是德国很出色的品牌 手标的系列名叫做Panomatic Lunar 德国人是很实际的,而且名字也是 你听到名字,就知道有什么功能 Panel,即是指大,闊,就指什么 Big Data Matic,就是自动标 Lunar,就是指月上 所以你听到名字,Panomatic Lunar 你会知道的标就是 大日子,自动标,月上 这支标,其实差不多有齐了 高级德国标的特质 首先,就是Obs Center的设计 早期,这些偏心Obs Center的手标 都是来自德国的 我们看到最多的是Lange 和Grassetti Lange,大家都知道 在Obs Center的设计很经典 大家都很喜欢 跟一般的瑞士终标来说 设计就没那么批准 还有德国标最令人尊尊乐道的 就是大日子 这两样东西 一望而知 完全是德国的风味 又考虑大家 记不记得德国基深有什么功能 如果说不到的 回去再看我的视频 温习一下 德国基深 首先是四分三夹板 这款有额颈微调 不过是双额颈微调 再加码 还有在额颈下面的平衡 还有人手挑花 它不单止提高实用性 在艺术欣赏角度 工艺方面更出神入化 发发声 你看看 我感觉到标准的重量 这个系列 2003年已经开启了 当时的尺寸是39.2毫米 现在是40毫米 所以变化不大 而且颜色不知为什么 是很主观的 深浅度是刚好 光纱出来的感觉 反射出来 你的眼头很舒服 今年还出现了绿色 赤鲁兴绿色 但你问我 这支标好像是配蓝色 我会更喜欢 到今天依然是 这个品牌的长清款 这支标和空间比 当然这支标 性价比高很多 如果你喜欢德国标 但一下子 你未必舍得 买空间这么多钱 我觉得你可以先入手 Gracite Original 第三支标 大家讲即加标的 自然铃银 两个collection 最出名的了 Master Control 以及Reversal 而这个标款系列 叫做约会系列 在2012年的时候 推出的 其实很适合 每天使用的 因为降标 加少许鑽石 高贵得利 又不会很夸张 这个标盘 其实一点都不单调 它是银白色标盘 但上面是有Griolge的 有一种立体的感觉 它的时针 分针 和秒针 都是蓝色的 在银色标盘上 它的蓝色就显得很突出 这种很高贵 很suttle的感觉 其实它做功能 我挺有趣的 叫做day and night 它下面6点钟 有个小小的盘 有看到太阳 和热量 显示 现在这个时间 是日头还是夜晚的 面那一层有点 实际 底部可以开放到 银盒 可以看到 它的机身 每一吋的肌膚是如何 以前 透明标底 都以蓝装标为主 但是过去几年 铝装标 都多了透明标底 因为品牌都希望 女士多些认识 品牌的机身 的结构 多些欣赏角度 去看这些标 可以看到蓝色 这件事 应用在手标上 各有千秋 希望大家 喜欢这一集 我所介绍的手标 和特色 那你们有没有 喜欢的蓝色标款 如果有的 留言告诉我 先好佐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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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